各位早安佛光的观众菩萨大家平安吉祥 这几天可能已经有一些我们在网路上的朋友 看到今年要进入农历七月 也就是孝道月之前 就是已经看到我们有孝道月的法会通启 也就是说其实在不同的道场 它起见的孝道月的法会是各有因缘各有不同 那么比如说在我们的每周的第一本山西来寺 礼拜梁黄宝燦释放云前宴口 那在温哥华佛光山 多伦多佛光山 纽约佛光山都可以起见 这个礼拜就是梁黄宝燦 那就是孝千宝恩梁黄法会 那么过去在渥太华都是大家很熟悉 这个送地藏经也好 或者是说在前两年 我开始就是有这个三十系念的佛式 然后有这个设战谱 那这些安排 我说是各有因缘 那今年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 刚好我就整个时间都留在温太华佛光山 也刚好对于这个建设的第一期的工程 那么有了一些进展 一些处理 那同时呢 也看起来因为美加边境也还不会开放 所以在孝道月期间 想来也应该是在温太华 所以我们经过商量 就觉得也是一个因缘 所以要来礼拜梁黄宝燦 但是温太华地区的 我们的护法信徒 佛教信仰者 对于这部燦法 应该是比较陌生 因为过去也没有机会来礼拜 那只知道说很向往 这是一部很大的燦法 那么其实我就直接讲 其实这次良环宝燦 被称为燦王 就燦中之王 那不只是因为它是最大的一部燦仪法 那更加因为它理灿的功德殊胜 所以我想也难得 尤其我们在建设期间 应当是要为地方上 所有这些需要功德回向的众生 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礼拜 那我其实我今天 等于是好像一个宣告一样的 就是我考量整个的时间安排规划 其实还有一些事务工作 教育工作 我还真是发了个心 就是要提起一番勇气 就这么办吧 总不能让大家就是参加礼拜 然后又不能清零现场 然后还要透过直播 然后又不完全理解 这部燦法的殊胜难得 我担心会这样子 因为对渥太华地区来讲 真的是太陌生了 所以我就说 我就下了个决定了 那么就在进入法会前 这应该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那我们的早安佛光 在这一个月左右呢 就是会以良黄宝灿的 不管它相关的一些概念 比如说什么叫发起人 为什么要有食供养 还有又有超见又有消灾 这个我会放在 比较固定在星期三 以回答问题式的这样来进行 那其他时候呢 从明天开始 我就把良黄宝灿 按照每一天这样的进度 陆续就介绍给 我们的观众菩萨们 来了解 那么这部战法可以讲是 在佛陀教导我们的忏悔 法门之中的一个 好像学习 有一个学成 就是按部就班 我学习什么 那也可以讲 它也是好像是佛法的 百科全书一样的 里面不是只有讲忏悔 其实把佛陀教导我们 身口意 怎么样 亲近 怎么样忏悔亲近 我们六根怎么亲近 同时也不是只有为自己礼拜 还要为我们有因有缘 所有的大众来礼拜 所以我想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让大家了解 那么因为网路很方便 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 起见良黄法会 那么在线上做直播 共修的时候呢 我希望各位是 你是很清楚明白的 然后跟随着我们一起 这个进入忏悔 那今天我只能做这样子讲 但总归一句 我想提点 就提醒大家 如果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然后可以帮助你 过去身中 可以讲说累世以来 所有跟你有亲或者有缘 所有有因有缘的众生 你能够为他们 就是帮助他们 可以离苦得乐 如果他们在恶道中 可以脱离三恶道之苦 然后到解脱 到善道 那么或者往生西方 那如果你要做一件事情 就能帮助他们 离苦得乐的话 你愿不愿意呢 那你会问 我要做哪一件事情 我现在就告诉你 为他们礼仗 你只要为他们 诚心诚意的礼拜 忏悔 然后就可以帮助他们 离苦得乐 你愿意吗 我相信各位答案 都是肯定的 愿意 那你愿意 你不能迷迷糊糊的 你得要清清楚楚的 进入忏法 这个就是 我说不管时间上怎么样 我还是下了一个决心 我还真是第一次 跟人家讲说 我真是发了个心 因为我要讲之前 我都要超精 这有多少时间 我得要一字一句 这样写下来 然后好好的为大家讲 我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明天开始了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